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简简频道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亚顿的菊菜精华 之前做了一期防晒的妇肤品测评 不少朋友问,防晒就能抗老吗? 很多皮肤专家和妇肤品牌都指出 防晒还远远不能够抗老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一款品牌 伊丽莎白亚顿就在其中之列 雅顿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妇肤品牌 他们家致力于活性成分的开发 用料上不仅要足,而且浓度要够 再加上好的上肤体验和包装 所以他们家的口碑一直还算不错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菊菜系列 就是雅顿家的抗老高端鞋 我之前给我们家皇太后,就是我亲妈 买了一套Peter Thomas Ross的抗老产品 口碑很好,然后老太太用了两天就还给我了 说用了之后反而长注纹 让我哭笑不得 然后后来我又送她一套菊菜系列 然后我妈妈用了之后说,嗯,这个还不错 我们家皇太后是70多岁 一直是国产精品百雀林的忠实粉丝 一直看不上任何我用的其他品牌 这次得到汉的首肯 也就证明这个菊菜精华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这也让我为什么感兴趣 自己也来了一套好好的使用体会一下 具有的皮肤专家称呢 80%以上的皮肤老化原因来自于外界因素 包括防晒,包括空气的污染 这个呢也带来增宽了这个富富抗老的年纪区间 像Pervage这个菊菜精华的系列名称 他就把这个抗老系列规定到25岁到65岁之间 25岁,天哪,我就觉得我这辈子好像白活了那么十几年 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抗老这个事 所以如果屏幕前面有年轻的美子也注意了 这一款没准你可以用 亚顿集菜呢,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它有个专利成分 现在只有亚顿有,就是Idebanon 这个英文名字被翻译成爱地本 爱地本的独特之处呢就是他在2005年一个科学文献里边 和几个其他的熟为人知的氧化成分一起PK做了人体试验 包括我们熟悉的Vitamin C,Vitamin E,还有其他几种都是比较强的抗氧化剂 然后夺出来的结论呢就是爱地本作为单一的最强抗氧化剂 这个实验之所以牛呢就是因为它不光是在实验室的试管里面进行的 而且是真正用到了人体上 所以当时引起了一个轰动 当然其他厂家也不是吃素的Duke直接就开始针锋相对的发文表示 你这个单一的氧化成分厉害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这几个维生素C维生素E合起来整套的绝对秒杀你这个单一的爱地本 可是亚顿家也不是吃素的 他们直接指出我们家也是极微朽式的抗氧化剂合成 爱地本是主要的专利抗氧化合成成分 但是他们还有其他的几个配套套餐下来这个抗氧化能力也是相当强的 这些富富品牌 厂商间的尼斯 我的针锋相对 让我们这些吃瓜群众看一看就好了 因为毕竟没有哪个富富专家是说这个品牌绝对的比那个品牌好 或者这个产品绝对的比另外一个产品好 富富真的是一个很深很深的学问 爱地本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大名鼎鼎的腐霉Q10这是人体本身就有的抗氧化成分 爱地本就是浓缩瘦身版的Q10 因为它的分子更小更容易被皮肤吸收 同时呢还可以更稳定安全 但是爱地本本身呢是有一些缺点的 那最常见的两个呢就是第一它是容易氧化 有的人甚至说因为它容易氧化 不仅要注意防晒 它还很容易把白衣服染成黄色的 这个我觉得有点惊悚 我自己试了之后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爱地本它比较有刺激性 容易呢引起皮肤的过敏 这个经过菊菜系列的这么多改版之后呢 这个成分配方越来越温和 但是使用的时候呢确实如果敏感肌肤 要小心的在耳后啊这些小地方试一下 看看自己是不是对这个过敏 亚敦的菊菜精华呢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普通版一个就是加强版 加强版呢在英文的名字上是加了一个Intensive Repair 从这个名字来讲普通版和加强版的差别在于 加强版不仅可以抗氧化 而且还增加了强修复功能 但是也因为这样从成分上来看 不仅加强版继续了普通版的强氧化功能 它还像一个十全大补汤 包括了消炎防老抗皱还有提升皮肤肤色的功能 也加了水洋酸等容易引起敏感的成分 所以如果皮肤真的是很敏感 又想尝试一下建议从普通版开始入手慢慢的使 那下面呢我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使用的 亚顿菊燦系列里边几个王牌产品的清测体验 第一款呢就是这个小银蛋 名字很可爱它的造型也是非常独特 这个呢是个基底液 基底液这个概念呢已经不是新鲜词汇了 那很多年前呢大家觉得说 副肤的第一个程序是清洁洗面 然后第二程序就是上toner 其实现在很多的品牌它出了层粗不穷的 各种各样的副肤产品和不愁之后呢 基底液已经算是越来越普遍的一个产品 它的使用方式就是说不要用toner 洗完脸之后你直接上基底液 然后再上精华那它是官方说法呢 这个小银蛋也是在清洁完脸之后 立马就可以上基底液没有toner 然后我也是为了给大家一个 比较公正全面的测评 过去一个多星期都是早晚严格按照 这个菊菜精华官网的指南 一步一步的按它说的用的产品 想给大家一个最真实全面的报告 这个小银蛋的造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爱 这样一个扁扁的圆圆的 这个小银蛋的名字起的也是非常的贴切 这个造型有一个marketing的噱头 就是它后面有一个开关 如果是往左边扳的话 它就是锁住就lock住的 pump是不能按下去的 然后如果往右的话呢 它就打开了就可以喷出来 它是白色的半透明的这种折力状 不是特别的流质 但是如果你搓开的话 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清透 这个它说是有抗氧化美白肌肤 还有缩小毛孔的功能 然后真的是很好吸收 你磨在手上的时候就觉得是很透亮清澈 能够感觉到它渗入皮肤的那种感觉 这个直接在清洁完的肌肤上用 我觉得非常舒服 就让人整个皮肤跟唤醒一样 像我之前做Clarence那一集里面 那个wake up lotion的感觉 就是能感觉到它的水润程度 然后渗透出肌肤 然后又很轻薄 还有点淡淡的香味 但有一点很elegant芳香的味道 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治愈 我觉得就让自己觉得复复的过程 就是一个身心灵都很享受的过程 我非常喜欢 如果没有试过基底液的小伙伴 可以试一试我真的强推这个产品 小银带 它这个设计吧 我觉得真的是很搞笑 这种设计 这个marketing的噱头 我就觉得跟那Clarence double serum 是一样的 我在那Clarence那一集也讲到 这个完全是没有必要的 好像听起来是便于鞋带便于理由 可是你知道吗 它这个喷头是出来的 stick out也没有一个cover 其实你鞋带的时候也是不干净卫生 而且平时在家里用 都不会把它横着倒着 它都是立着的 根本没有必要设计这种开关 有的时候我忘记了 还觉得有点不太方便 可能不太习惯这个 所以其实对我来讲 这个后边开关是没有用的 我一直都把它放在开的这一档 这样直接用就好了 根本没有必要 就是小小的吐个槽 然后下一款呢 是这个Privage Anti-Agent Daily Serum 它是普通版的抗氧化菊灿精华 然后这一款很多人网上说是指纹收割机 因为它有亮亮的那种塑料的质地 可是我真的觉得如果用过了Tripolar的话 你就觉得这个指纹收割工历 原被Tripolar甩出好几条街好吗 这个真的是它很容易收集指纹 但是Tripolar那个 下次我做那个视频会给大家汇报 真的那个让我觉得好烦恼 这个打开之后 它是一个橙色的喷头 因为这个爱地本 它本身的抗氧化系 菊灿精系列全部都是橙色的 这是一种橙黄色的乳状 然后有一种那个维生素C的味道 我自己不是特别喜欢维生素C的味道 有人说它能闻出橙子的清香 我是没有闻到 我是觉得这就是一个维生素C药片的味道 作为精华 其实它更像双质 它不像精华那样透亮 这个是比较好抹开的 然后也很好吸收 你看这个皮肤淡淡的有一点点黄色 这也是网上很多网友评论吐槽的地方 就说这个一直会硫磺 其实我觉得抹开了之后还好 会觉得有点浅浅的渗入皮肤的感觉 你看它这个闪亮的程度 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其实是很滋润的一款精华 我手头还有一款这个 Intensive Repair Serum 就是它的加强版的Serum 这个就很流质 看到吗 和刚才的笔 它的颜色也深了 是那种艳丽的橘黄色 而且也很亮 是bling bling的 我这个手机录制 有的时候这个彩色就不是那么好 很滋润 这个又反而有一点点 真正的是那种橙子的清香 我比较喜欢这个味道 但是这个让你觉得有意思的是 它真的是很难得看到任何的精华 还有这种bling bling的这种亮 我觉得它可能是云母加多了的感觉 但这个流质很好 明显的比普通版的要水润很多 很好吸收 吸收也很快 觉得立马能进去 也没有说像刚才最初的时候 一个普通版会有一点点黄色在那 你要花一点时间抹开 这个很好抹开 然后因为我自己的手上皮肤是不敏感的 所以我在给大家试的时候 我自己没有觉得有什么刺痛怎么样 但是我最先用加强版的精华的时候 我的眼周会觉得有点刺痛 因为我的眼部呢 其实是敏感肌肤 像蓝色的鱼子酱精华和眼霜 我真的是不能用 三个字 蜡眼睛 那也是让我觉得 富富品为什么就是一个很personal的事情 因为贵的不一定好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第二个呢是这个白天用的 Anti-Agent Moisture Cream 它这个是有SPF30 风险的问题 它实际是一种有点乳黄色的膏体 这个就比较厚重了 比刚才那个Serum 也很正常 然后它这个是有SPF30的Brow Spectrum的 然后菊燦精华系列呢 不光是有艾地本这个著名的成分 它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 它把这个抗防晒主要做成是物理防晒 然后呢它又很好吸收不泛白实用感很好 虽然艾地本本身对敏感肌肤 是不是特别特别友好的 但是它的物理防晒的设计 让很多敏感皮肤的人觉得是非常的贴心 因为物理防晒它的成分比较安全 上次那个防晒系列的时候也讲到 物理成分那两个成分呢 安全有效性是得到FDA的认可的 所以呢它比较成分单一的情况下 那对敏感肌肤防晒其实是非常友好 真的是花了心思把这个物理防晒和这个抗氧化防老 做在一起然后让皮肤使用起来相对温和一些 这一款呢上次在防晒系列里面也说过 这一款也是anti-aging的moisture cream 它也是Braw Spectrum的SPF30 这个跟刚才那个tube其实是一个东西 但是就是不同的包装 这个颜色可能看得更清楚一点 这个颜色呢它比刚才那个包装稍微深一点 有点橘黄色 这个质地就比刚才那个tube里面的稍微更柔软一些 也更好精肤一些 好像现在网上卖的更多的是瓶装的 而不是tube的 tube那个我当时是买的套装跟着 这个其实滋润度是够的很快就结膜了 然后加上它有抗老的 唯一的就是呢稍微就是有一点贵 这一小瓶好像是一百多吧 还有这个小包装呢跟着套装一起 anti-aging的eye serum 这个菊残精华的eye serum我真的是强烈推荐 我觉得用了之后明显的具有紧致感 有点透亮的橘色很好抹开 这个是有刺痛感的 连我的手都能感觉到 所以大家要用的时候呢做一个参考 这个我当时磨在眼中的时候 我刚刚讲说我的眼部其实是很敏感的 有一点刺痛感 我当时觉得哇天哪 但是立马就能觉得它是对我的皮肤有紧致的功效 我最先在用他们家网上做功课的时候 看到说as soon as 15 minutes 就是它在15分钟之内 它的很多菊残产品就能够看到效果 我当时想开什么玩笑 但这次我真的是体验到了 就是你抹到眼周的时候 对我的眼睛来讲 很快就能觉得眼周的皮肤就是那种紧致 明显的作用在那里 但它的强度浓度也在那 因为它是对我脸有一点刺痛的 所以这个跟大家讲一下 最后一款呢就是anti-aging的light time cream 也就是它的普通版的晚霜 晚霜和日霜的差别在于 这个晚霜你看这种tube它是黑色的一道线 然后日霜的差别就是它上面是黄色的一道线 这就是两个包装上的差别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好几个这种 你看这个我都已经用凹了 这个其实用起来很快的 这个和日霜的颜色和质地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这个颜色呢是跟日霜差不多 但是这个真的涂抹起来 你就会觉得它比日霜要厚重一些 那一般来说晚霜它因为晚上修复功能要强一些 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今天这个手就被强抗氧化了 给大家试这些产品 这个呢晚霜就要稍微花一点时间才能抹开 不是特别好抹开啊 那我觉得我自己过去一个多星期呢 坚持按照亚顿官网先用小银蛋作为基底液 然后再serum再上日霜或者晚霜 之后我觉得感觉是非常不错的 用下来我自己觉得是有感觉到皮肤状态的改变的 那我没有说皮肤有暗沉这些情况 但是我之前用的时候我这个法力纹底下是泛红的 鼻子这个两翼是泛红的 然后这一块是毛孔比较大的 那我一个多星期确实是感觉到了 这个泛红的情况明显比以前好很多 然后大片的脸上这个毛孔比较大的地方 是变得毛孔缩小了 是有很大的改参 而且它早上起来皮肤紧绷 不是那种水润的感觉 但是你不缺水就是皮肤很紧致的感觉 我觉得挺好的 然后它上妆也不搓泥 对我来讲这一套产品我用过觉得都不错 我自己本身的皮肤没有太多太多的问题 一直在注意保养 当然比起25岁开始 我也是真的是输在了起跑线上 但是最近几年还是很花功夫 来做这个复复这个事情 对我自己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也很开心给大家分享 真的说毛病的话相对就是比较贵一点 只推荐一样的话 那我会觉得说推荐这个眼部精华 我真的觉得用了之后它是有点刺激 但是还是在我能够忍受的情况之下 但是它确实有立马的紧致的感觉 这个在眼霜里面是比较难见到的 如果再推荐一款的话 我会觉得是小银蛋 我觉得它那个肌底液用后之后感觉是非常好的 非常滋润保湿 而且确实能改善皮肤的状态 然后如果再第三款的话 就是这个我其实买的是两瓶一套的套装 但是这一瓶用了好久好久 这也是我妈妈觉得用过这些衣套下来之后 最好的产品 给大家做个借鉴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转发订阅 也记得打开小铃铛 这样以后我更新视频 你就不会错过了 拜拜